香港思学会的香港务名探索系列宜 务的考察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对于一个务 我们要考察些什么呢 它对我们香港历史研究里面有什么帮助呢 务固然是与人有关 一个人过世之后他们就会落葬 落葬的建筑物我们叫做务 这个务有很多种的形式 包括了古代来说就会比较多考究 例如向地下挖下去的叫做月 在一个山洞向里面挖的 我们又可以叫做月又可以叫做梦两样都可以 如果是平地上凸起一块东西那些我们叫做重 当然以现代香港社会的环境来说 我们主要都是叫做梦 就是说在一个平地里面挖一个洞将那个棺材放了下去 跟着在上面做一些建筑物 栋起一个墓碑在那里 这个就是梦 梦跟明是很有关系的 但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梦 因为梦是一个人最后一个归宿 如果我们作为人物研究的话 梦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考察的地方 当然梦只是一个建筑物 如果只是看梦的话 可能它可以透露的资料相对少 但是也不代表它是意义只是一件建筑物这么简单 我们必须提出梦最特别的地方是一个立体的文物 其实就好像一座标定一样它是立体的 不过它的特色主要是看一个人 因为它跟人的关系很密切 如果这个人不死 其实是不会有梦的 那么我们看 梦很多时候为了要告诉别人听 那个梦主有些什么的工业 所以在后面或者前面 我们通常会写一篇文章来记录它最重要的东西 那本篇叫做梦 不过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梦 梦我们留下一次再跟大家讲 那么很多人以为 研究人物里面来讲 如果没有了梦的话 那个价值不够 其实不是的 梦是一个立体的考察 我们可以从它的周边的东西 比如它怎么样建筑 它的设计 或者是它里面一些的文字 其实也都可以透露很多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知道中国人传统的特色 他们很喜欢建月形墓 我们看到相片 左手边这一张 看到上面有一个红色点 然后有一个好像一个手兜着的地方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兜着 兜着这个位置其实叫做明堂 叫做明堂 有什么用处呢 当下雨的时候 雨水就会慢慢顺着它 流到前面这个地方 中国人很重视风水 风水里面也都说 我们要藏风聚气 背山面海 为什么要面海呢 面海之中前面一定要有一个空旷的位置 但是这个位置它必须要聚水 将雨水聚在前边 然后在旁边 找一个洞 将雨水引走它 就是说雨水你又要存起它 但是也都不能够 不能够永远存在它 它一定要有机会流动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存在那些水 那些是死水来的 但是那些水呢 存在那儿 而又慢慢流出 有入有出的话 这个是一个好的水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洞 这个洞根据风水先生来说 是要找个挪奸 好像我们右手的这张照片那样 要找个挪奸 这张飞条线进去 是量度出来的 不是随便作的 那当然了 今天我们不是说风水的问题 这些呢 就留下风水先生跟你说 但是我们起码 我们知道中国人的墓很重视 当然你要有钱 能够建一个这样的墓 起码告诉你 你一定有这样的家底 如果不是你怎么建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钱的人 或者起码你给得起钱的人的话 起码你都会做一个看风水的程序 找一个风水先生跟你计一个好的位置 因为中国人认为有好的风水能够备任后人 那我们就做这些乱 我们就已经讲了 这些叫乱形墓 那我们经常讲背山面海 好像我们看到现在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看到吗 我特意画了一条红色线 根据风水的讲法 应该那个墓的正宗 是要跟你后面那个山 成一条直线的 那为什么会歪了呢 歪了是因为 拍照的时候我们站歪了 不是因为他歪了 那这个如果大家都有留意的话 这个就是孙中山母亲的 在西贡的百花林的一个墓月 那据闻呢 是孙中山的革命能够成功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孙中山的母亲在辛亥革命前 一年左右就被撞了入这个月里面 那他的故事呢 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不多讲了 那你其实看到呢 那当然当年是没有那么漂亮的 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呢 那些人呢就再回来去整美它而已 那你基本上是仍然看得到呢 他所谓的背山面海 以后面的飞蛾山呢 是作为他的革山 那这些证明了 我们中国人呢 是很重视风水 那这一样东西呢 我们不能够是忽略的 那么在这个墓 在这个墓 在这个墓里面呢 其实他可以透露 一些什么呢 那风水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我们在后面看看这一堆文字 这个呢 是元朗邓氏家族 第七世祖的一个 邓元晶 他的一个墓 那当然我们知道 他这个呢 是曾经重修过了 但是他的文字呢 是我们是根据 古的文献里面 已经一早知道了 他都要看着了 他有什么可以 跟我们的历史研究有帮助呢 就是他的地名 大家看一下文字上 他说这个七世祖 葬在元朗 横州丫继山 玉女拜堂 右下载 坐身向月 立女挂鹿 这个字打错而已 鹿鹿 渴明 将军抱人 将军抱人 和玉女拜堂 这两个呢 是风水先生 根据他的看法 认为这个地形似什么 他就给了一个名字 这种情况呢 风水学上叫做 呼名渴将 就是他说是什么 就是什么 那跟我们研究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古代呢 其实没有一个 那么仔细的地图测距 以前的人 他怎么样 去告诉别人 听那个地方呢 其实就只不过 在地图里面 他画了一些地方出来 然后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叫做 环州 丫继山 那怎么样明确 在那个族谱里面 告诉你这个坟在哪里呢 他就告诉你 在玉女拜堂 下面 即是说玉女拜堂 已经成为了 那个地方的一个地标 在古代来说 没有地图 没有测距的环境之下 其实他就成为了 那个地方的地标 现在他就告诉你 这个墓呢 在玉女拜堂 这个地方的下面 那么就反映了 那个地方呢 以前呢 在墓名上呢 是可以看得翻古时 究竟他的地名是什么 他的地标是什么 这个对于呢 我们研究一个地方来说呢 去找回当时的地名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 另外一种东西呢 和风水有关的呢 就是这种叫做地沉 地沉的意思就是说 那风水先生 他帮人看完这个墓之后 将一个墓 撞了下去的坟地之后呢 他们就会有一种预测 他会将那个预测呢 会用一首诗啊 或者一首这些 比较特别的文句呢 写下来 就告诉那些后人听 几多年之后呢 他就会怎么样啊 会大富大贵啊 那么这里呢 就是在我们 柴湾佛教坟墙呢 里面找到的 其中一位近代呢 著名的风水 香港的一位著名的风水先生 叫吴思青 他呢就帮香港一位 一个名人家族 就是做了这个务 那么近位天心定向 那河偏北陷 北虚朝天心富贵 那么这一段文字呢 我们完全不明白的 不明白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呢 是他告诉人家 近位的意思就是 那个墓呢 是坐向是怎么样 那么跟着呢 是以在那个位置 定一些的风水的方法定出来 然后呢 在哪个位哪个位呢 将来呢 大家不用识看 最紧要识看后面那两个字 最紧要告诉人家 将来他会富贵 是吧 最后呢会怎样呢 会列为公侯 他就是大富大贵 会是有富有贵的人 那么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那么香港呢 其实呢 我们在墳墙的 无名考证来说呢 不算多 但是有 这个都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 第二样呢 可以留意的呢 就是 为什么刚才我们说 要做一个大的月形墓呢 因为呢 那个名堂呢 其实可以留给人呢 是做一个败祭 那么你看到 右上角那张图呢 以前呢 是将成只猪呢 是劏开 那么呢 就摆在那里 来祭祀 那么当然啦 如果你说 我们现代一点的 那么就拿了那些祭品 有水果啊 有酒菜啊 那么就现成呢 摆几只烧猪出来 那么这些有 好了 左下角这一幅图 为什么会凸了出来呢 那么据说呢 这些都跟风水有关 将个棺材 摆一半在墓月里面 一半在外面 那么第一 刚才反映了 风水的关系 那么第二样东西 证明它有钱 你想想 要这样去搞这个墓的话 其实你要花多一点的资源 你给得起钱 所以证明呢 这一样东西是有意 那么除了有一个 大个月形墓之外 有时还要看它周边的设计 你看到左下角这一幅 左下角这一幅的右边呢 你看到其实这个就是 有两个墓的 中间那个呢 我们拍了一半 你看到有一个名堂 然后在它的右手边呢 有一个四方形的屋 有铁杂 其实那个叫做牢墓柱 就是说 那些大富人家呢 我们来拜山了 那怎么样呢 老爷奶奶在里面坐下 那让那些工人呢 在前面摆好那些祭品了 那然后呢 搞定了 就请老爷出来了 那这个地方叫做牢墓柱 在古代的时候 以前要守桑三年 那它就要在一个墓的旁边 建一间小屋子给它住 那当然 现在来说 当然不需要守桑年了 但是这个呢 我们也都会摆在那儿 正如刚才说 老爷奶奶在那儿 先挤一挤先 让那些工人搞定了 然后呢 你先出来呢 是处理其他东西 好了 新界现在我们还有呢 拜山的时候 有一种叫做食山头 就是说 刚才我们看到上一张照片 摆一些烧猪呀 所谓太公分猪肉呀 怎么样呀 它就在这里呢 做一个做头 摆一个锅在那儿 立刻煮 立刻煮完呢 接着就切烧肉 分给大家 那这个呢 这个习族叫做食山头 你看到呢 上面是一个坟地 在他离开没有远的地方 就做一个是煮食的 那当然这些呢 也都反映一样东西 你的家族 要有这样的财力 还有这样的人丁 你才会 你有三几个人去 你会不会 做一个这样的务呢 你问今天 大富大贵的人都不会 因为为什么呢 时代不同了 但是 这种传统习族呢 其实在新界的大族 比如邓氏呀 廖氏呀 他们的春秋二制呢 其实仍然是保持的 好了 看看新色啦 刚才讲的 都是给一些大的家族 有的设施 昨天我们看到 这个呢 是永安百货 国事家族的务员 那你见到前边 见到呢 这一堆呢 都是他的 国事家族的成员 那除了前边这些 红红的色的务名之外 其实第二行 在一个围栏上面那一行呢 都有一些红色绿色的务名呢 其实都是他们家族的一个务员 那这些呢 就是说 在现有的坟墙里面 刚才说的那些在山头 这些呢是说英国人来了之后 在现有的坟地 在里面呢 去买一个范围 将譬如城横一行 我买了它 就专是给我们自己家族的成员 那买了之后 你的范围呢 就你自己安排了 你将来有人过身 你就撞下去 再不够的时候 再买位 或者再去退 退阔退松 那你自己安排了 这就是比较新色了 好了 在一个冒月里面 还有 传统的范围 后面呢 有一种 我们统称叫做后土 实质来说 有钱的人呢 他如果找风水先生看了之后呢 他除了有后土之外呢 有一种叫天告命 有一种叫来龙之神 有一种叫做后土龙神 龙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了 龙墨 龙墨泥的方向 他们会落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去坟墙拜山 我们一般传统的墓呢 在墓的后面会有一个 这样的后土安置 其实就即是土地神 但是如果是经过 有风水先生 或者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他们看过的范围呢 通常有两个 左边一个 右边一个 其中一个就是 拜那个龙墨的神 另外一个就是 土地的神 因为中国人相信 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土地神 帮我看着那个位置 所以土地神 大家很容易明白 就是等于我们家门口土地一样 另外一个是龙月的神 天告命 其实也是一样 是跟那个 风水的安排有关系 当然 要有钱 或者有这么大的地方的 一个墓月呢 你才能够做到两个 以上的一些这样的安置 除了这个后土 其实除了是 告诉人家的风水 和后土神的位置之外 实质来说 它也是一个地界 既然有后土 就是说 在后土和墓之间的范围 是我的地方 你不要拼命 这种风水好 你又走来遇见 我们看回 左边这张照片 我们用红色箭嘴画了 整个好像一个古代的钟 一个大钟的范围 其实这个呢 就告诉人家 这个是我这一个分的界 不要拼命在我旁边 自己挖个洞来遇见 甚至在新界猴市墓地 他们自己就动了一条柱 用一条柱告诉你 告诉你这个范围是我们后市 后市墓地的地界 就是告诉你 不要拼命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看左下角这张照片 有没有留意 上边有一个 远一点有一个山 很熟 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过 孙中山母亲的一个墓 很多人知道那里的风水好了 因为出了孙中山了 所以拼命在他的墓的上边 周围就撞下去 这件事根据他们的说法 既然是有风水龙墓 你在我的龙墓下来的上边 突然间撞一个下去 即是折我的龙墓 这个是大忌来的 所以后来的人 就特别画一些地界出来 告诉你这个范围是我 你不可以撞 当然了 你看到其实在他的上边 就看这一张 红色两点上面 见不见有些白色的东西 其实这些就已经是 拼命撞下去了 不过你没有办法 以前来说 我们说他没有戒指的 从来中国人的地方 后来才有的 另外呢 除了一些风水上的东西 中国传统的墓葬 也会有一些叫做震慕的装饰 以前震慕的装饰 通常要是观皇帝 或者是达观贵人 他们才能够 譬如石狮子 老虎 当然了 后期晚清的期间 这些东西已经是比较 所谓山高皇帝远 也都管不了了 所以有一些有钱的人 他们就会 在他自己的墓里面 做一些装饰 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 显出他的身份 所以不要看小核 我们看一下 右手边这一张 这张呢 下面有一只龟 这只其实不是龟来的 根据文献的说法 这只叫做龙 下面叫做龙头龟身 简称来说就是龙龟 龙龟有一个 它是龙 有传说龙有九个仔 其中一个仔 就是龙头龟身 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喜欢背重野 它有一个名字 叫做龟毅 它有特名叫做龟毅 它有特名叫做龟毅 专是背重野 通常古代的时候 只有皇帝 他们的皇陵 外面才会有这些 专是背着一块碑 那这个呢 我们现在是在 右手边这张呢 就是模仿他们 在近代 这个是一个 都是你看到 你能够做一个这样的模 证明的东西 证明你是有钱人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要告诉你 他是一个有钱人 有身份有地位的人 另外 有一些特色的墳墙 里面 我们有一些墳墓 我们都可以考究它 比如军人的墳墙 大家顾名思义 它主要就是葬军人 另外有监狱 中亲 普同塔 我们再去看看 这个特色的墳墙 他们作什么人 当然是作中国人 主要 但是我们看到 有潮州墳墙 有福建墳墙 这些是指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历史上知道 香港很多 来香港居住的人 他本身不是本地人 是因为 中国经过不同时代的战争 他们走难移民 来香港 香港有什么好处 第一 香港是英国人管治的地方 它可以避过那百多年的动荡 由曼青之后 中国有很多动荡的时期 因为英国管治香港的缘故 所以它可以避开了很多动荡 第二 虽然它是英国人管 但是它和中国的关系其实很密切 而且它是一个交通很方便的地方 它有很多船可以去东南亚 也可以去北上廣东 或者是中国沿岸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来香港 希望做一个观望来香港看看环境 当时他们想着 家里的环境好一点的时候 他就回到家 但是后来就发觉 回家无望了 所以需要在香港找一个百年之后的地方 因为他们来的是来自五湖四海 所以不同族群的人 包括了福建 广东 广东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东莞 学山 四一 他们不同的人 组成不同的同乡会 组成不同的商会 后来因为年代的关系 他们都知道回家无望 最后以香港为家 所以他们组成这些商会 就为一些在香港过身的人 组成一个墳墙 向政府争取一个地方 集中一起葬 当中有一些是来做生意的人 亦都有一些人 其实他们是来打工 接着他们是没钱回家 所以他们就申请这些 我们就给个名字叫做族群墳墙 原先潮州墳墙和福建墳 都是在九龙的鑽石山 后来地方不够 就再搬去和合石 另外一种特别的墳墙 我们称之为异重 这些异重通常是因为 香港曾经发生一些个别的事件 死伤人数比较多 所以政府另外拨一些地方 去脸撞他们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墳墙 就是这个马鹏先有纪念墳墙 在这个我们现在说的 香港政府大球场 旁边那个山 那里叫做咖啡园 咖啡园本来是以前一个华人的墳墙 后来为了建这个政府球场的时候 是将那里庭葬 和将部分的墳墙迁走 但是这个墳墙到今天仍然存在 1918年 当时的跑马地叫马鹏 因为以前那个看台是用捉搭的 马鹏倒塌 然后发生了一个大火灾 当时死伤有六百多人 香港开埠以来 以单次事项来说 是伤亡最严重的一次灾难 当时因为死伤太严重 最后政府委托东华三院 就负责脸撞这一班灾难 就是在这一次灾难里面 尼烂的民众 然后将它集体 就撞在这个咖啡园里面 这个是我所见香港最大的一个异重 另外还有什么沉船 打风等等 其实都有不同的个别的奋畅 这些我们将来有机会 我们看看这张船 譬如西安伦 船难 打错字 那个是罗难 不是麦难 西安伦船 罗难先有之务 这些都是后来搬去和合石 另外还有一个先人 白骨二重 是一个叫做夹衰风灾 当时说到死了很多人 因为那次打风 死了很多人之后 就把他撞在那裡 后来就搬去和合石 后来1983年再重新弄一次 这个所谓的墓写1983年 其实这件事不是1983年的 那当然了 除了一个墓里面值得考究的 还有宗教的雕刻 例如 我们现在在左手边看到这个大位之声 看到这个辉号 证明他一定是和犹太教有关系 或者他一定是以色列人 现在说的以色列人 简称来说他或者是犹太人 另外你看到旁边这个右手边 这个你看到有个天使 通常你也都知道 就这样看 我们基本上已经知道 他应该和他的宗教背景 都是来自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这些的徽号 看一下这个二重 二重上面有一个万字 证明他和佛教的关系 这个是佛教的一个法论 再加一个万字的徽号 旁边还有一个JHS 这个通常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里面的 墳月才会有这个徽号 代表耶稣在我心 那这些如果你看墳 看墓 我们基本上看到这些 我们已经可以知道 他背后在透露 譬如起码他的信仰 或者他的人种 那所以呢 还有一些特色的 在我们墓名的 找墓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些有钱的人 他是会将墓主的样子 造成一种铜杖 或者是石杖 是放在墓月 这种情况 在外国来说 会比较多 外国来说 有头有面的人 有钱人 或者他本身有一些着胃的人 譬如说 什么着士 太平身士 那些 或者什么船长 他们都有 但是中国人呢 在我的考察里面 我现时所见 不多过十个 我所见过的 华人的墓里面 而有墓像的话 不多过十个 我在香港仔华人 永远墓场 我见过一个 现在我们上片 见到这个 就是大家很熟悉 就是李玉堂 李玉堂先生 这个是他的太太 那他三位太太 都有一个这样的半身像 另外我在佛教墓场 也见过一位有钱的人 他也有 那这些呢 以华人来说是比较少的 很简单 能够 都是那句 能够做一个这样的像 起码 代表两样东西 他一定有钱 或者有特殊的身份地位 不会一般普通 你和我 去做这样 他会做到一个这样的份像 另外 还有一些个墓呢 很特殊的 好像上面这一张相 你看到 好 这张相 圆形的 其实为什么要造成一个圆形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你问他下面 为什么 下面这个最过瘾 右下角这一张 我常常给他一个名称 他叫这个做火箭台 就是说 上面好像火箭那样 旁边有个键 一按上去就会飙上去 那你问一下 为什么 他这个是一个佛教人士的一个墓 你问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这个要问回当事人 或者他们家族 或者设计者才知道 但是 我们 可以肯定 能够设计一个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有特殊的身份 他一定有一些特殊的东西 想让你知道 他和人与别不同 那这些呢 亦都是在墓里面 可以透露的一些讯息 还有一种 宗教的人士 譬如你看看右边这张 佛教的人士 通常是出家人 他们呢 会做一个这样的墓 就叫做塔 或者叫做射利塔 另外 左手边这个呢 是日式的 日式的墓名 除了一个形状 除了他知道他是日式之外 下面有一个家文 这个家文或者叫做家徽 是代表着他本身是来自哪个家族 这个在日本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这个不仅是代表着他自己的身份 也都代表着他背后是一个很大的家族 是有一个历史的成份 那这些呢 从那个墓 我们就已经可以推断到 他是一个什么的人 什么的身份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去考察墓里面 一些很基本的分享 那今天讲到这里 下次再跟大家讲一下 墓名里面 怎样和香港历史研究的关系 多谢大家 請订阅 道原来 欢迎赵 冷酷 的 精 感谢观看